晚上好 我是嘉迅 大马生活成本日渐高涨 包括面粉 食品 电招车等费用飙涨 让民众直呼 吃不消 国内贸销部长亚历山大今天表示 贸销部有在监督物价 但无法控制所有物品的价格 而有关面粉价格涨价的问题 亚历山大就提醒民众 要吃分补贴和非补贴的价格 因为贸销部无从控制非补贴物品 只能够根据现有的物品价格管制法令 以及反暴力法令来监督物价 因此只要是有正式和正确的投诉 当局就能够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强调 有首相主持的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 和食物安全高阶委员会将会频密开会 以探讨生活成本指数课题 另一边讲 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昨天出席活动时就直言 食品价格飞涨主要是中盘商文化所致 伊斯麦表示 过去他在担任农业部长期间 就曾宣布向中盘商展开胜战 所以他促国家农民组织 必须有策略地掌握供应链 来继续这场胜战 例如建立稻谷采购中心 水果采集中心 增加农产品和渔户市场 但他坦诚 受全球局势影响 农产品成本会继续上升 政府会关注务农家庭的状况 而对于大马目前通膨率达2.2% 伊斯麦表示 此数字还是低于其他国家 像是美国 新加坡和印尼 接着有政治新闻 乌统巴西沙勒区国会议员达佐丁 受委为大马驻印尼大使 引起诸多争议 不仅在野议员狂批 就连前大使诺法利达也直呼失望 指这项委任是国家灾难 甚至形容达佐丁在国会臭名昭彰 以及没有礼教 昨天更有网民自发性的发起 否决达佐丁出任大马驻印尼大使的 网络联署行动 截至今天下午5点 已经有超过17,600人签署抗议 尽管多方反弹 但还是有乌统议员站出来替达佐丁发声 其中乌统萧山区国会议员纳兹里 就希望公众不要先入围主 甚至带有偏见的去看待这一次的委任 纳兹里说 达佐丁自2008年起 就成为了巴西沙勒国会议员 这足以证明他是有能力胜任有关职位 而乌统人保国会议员沙林则指出 去年发生的轻快铁事件 可以作为一个教训 让达佐丁在出任大使一职时 避免出现可能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的问题 他就说 达佐丁不应该为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受到惩罚 如果他接下来真的没有表现好 随时都可以将他换下 不过传信党属理主席沙拉胡丁就不解 为何要委任一名国会女员作为大使 他认为要接棒大使职位应该通过适当程序完成 而不是通过政治任命 此外他说 人民对政治人物分享蛋糕的现象极度厌烦 加上这种出于政治动机下的任命制度 更是破坏了现有大使任命制度的闸门 因此他促首相依斯麦出面重新 为民众挤获 换个焦点 第15届全国大选随时敲响战鼓 行动党白沙罗谷会议员潘检卫 昨晚出席巴达林在野 行动党筹款晚宴时就坦言 习盟要在来接的全国大选获胜的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吸引聪明人加入政坛 他已在现场点出 大马有许多笨蛋部长 有很多 families 你们对我们怎么作 carr parties 为什么不是 政府那么停 dangerous 你可以 mistakes ということ realistically 我来让这边 那么拥ux管 官员 里面 还有 政府 deliber 所以 Rore 我们是 福利 日子 please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work you do don't join politics politics is very bad politics is very dirty this is what we tell our children so what happens all your five star students all your top graduates of Petaling Jaya all avoid politics like nobody's business and then all your C class D class E class F class students become cabinet minister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所以他鼓励年輕一代 尤其是30岁以下的人 改变观念 将政治家视为高尚的职业 以便能够改变大马的未来 最后有社会新闻 前多景区主任马永来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警方此前掌握情报 由毒品集团利用民宅 作为炼毒志愿 警方调查多天之后 陆式展开三项行动 期货高达21万令吉的毒品 并先后逮捕五人归案 包括一名因为男友 而误入歧途的14岁少女 警方证实有关集团 自去年开始活跃 并在位于八打零在野的民宅内 加工含毒的电子烟液体 警方目前援引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 将嫌犯掩扣至本月24号駐场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千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